白髮老先生站在斑馬線上 頂著大太陽等了又等 先是一部警車 接著是小黃 全都沒禮讓 民眾的行車記錄器 清楚拍下分局和車牌 8號上午才剛發生 台南3歲女童被左轉車撞死 事發隔天上午10點多 民眾又募集台南市的北門路上 有車輛不禮讓行人 而且還是警車 跟著車流前進 開車的巡邏遠景 絲毫沒注意有行人要過馬路 除了易道交條例 開罰3600元之外 上層還寄出行政懲處 3歲女童遇害後 車輛不禮讓行人議題持續延燒 台南市長黃偉哲提出 要公布高風險駕駛姓名和照片 知名部落客歐陽敬也在社群分享 開車上路因禮讓行人被後車按喇叭 他也踏罰肇事者過彎不減速 終究是駕駛沒觀念 回到事發地點安全島百滿花束 警方加強執法 短短一小時就開出六張 為禮讓行人的罰單 台南市9號開始 執行路口安全大執法 為期一個月 嚴格矯正駕駛的開車習慣 正如女童爸爸所說 希望女兒是最後一位受害者 TVBS新聞顧首昌台南報導